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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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黑軍事監力研究者 來跟去隆年新生 來回台下來做分析 喜大哥你好 是 主持人好 還有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節目 除了討論這個頻道之外 投入youtube podcast 每次的收款和收聽 喜大哥這次的美國海軍 跟海軍陸戰隊 宣布的這場演習 我們看到說 總共跨越十七個時區 包括歐洲非洲 還有印太地區 然後動員的船艦 三十六艘 然後五十個美軍的單位 共同參加這樣演習 這麼大規模的演習 我們看到上一次 好像是在北約的時候 但是那是一個跨國的演習 是美國單一個國家的 這樣的演習 那你怎麼看這場演習 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候 辦這麼大規模的演習 對 我的意 你剛剛講說 那個四十年來嘛 對不對 北約 其實它這個意義更不一樣 因為上次是北約的部分 跟亞洲沒有關係 但這次不是 這次是歐洲跟亞洲一起的 一個戰略的 一個協作跟聯動 這應該是 我的印象中 這應該是第一次 即便在冷戰期間 歐洲還是歐洲 亞洲還是亞洲 地緣切割 對 地緣切割 沒有那麼明顯 這次為什麼會這麼明顯呢 因為是現在目前 我看到它美國海軍 所公佈的這個演習 它那個Logo Logo上面就是六個單位 六個大的單位 就是司令部級的有三個 就包括海軍艦隊司令部 還有陸戰隊的這個 光艦隊作戰部 作戰的艦隊 美國有七個艦隊 2 3 4 5 6 7 10 七個艦隊 它七個艦隊 五個艦隊出來 涉及到五個艦隊 我知道是第二 第三 第七 第五 第六 第二艦隊是北大 西洋 因為跟歐洲有關 第三艦隊是在東太平洋 第七艦隊在西太平洋 第五艦隊是在中東 對 地中海 第六艦隊在歐洲 歐洲跟非洲 七個艦隊 事實上作戰的艦隊也只有六個 因為第十艦隊還不算 它是功能性艦隊 它是搞網路跟電子的 它幾乎已經整個艦隊都已經出來了 等於是全部的海軍陸戰隊的 那個兵力全部投入了 就是艦隊作戰的那個 那個我剛剛講 它這個整個出來 還有海軍陸戰隊 海軍陸戰隊主要是歐洲 非洲跟亞洲 那也都差不多了 所以這應該是第一次 我印象中這應該是把 歐洲的美軍的作戰主力 海軍的 包括海軍陸戰隊 跟亞洲的 它把它整個連在一起 它為什麼連在一起呢 我看它那個新聞稿就講說 這個演習的一個想定 是想定在全球發生衝突的時候 如何進行一場高端的 叫high-end 一個高端的衝突 怎麼去應對高端 什麼叫高端 高端的定義就是 坐在那邊 就強度很強 跨全領域的技術很高 然後那個成本就是高度密集 這只有大國才有這樣的姿態 只有中國像俄羅斯這樣 這麼大的國家 才有可能 一戰爭的時候 就屬於這種high-end 所以說它其實是蠻有針對性的 這就是很明顯 這就很明顯 這就是針對這個 中國跟俄國一旦聯手的時候 他們兩個一旦聯手 就不是亞洲跟歐洲的部分 因為歐洲 俄羅斯在歐洲 但俄羅斯現在已經進入亞洲 它跟中國已經有好幾次海上的軍演 所以俄羅斯本來在亞洲 也有它的所謂的利益 對不對 它這個遠東地區 最近幾年 俄羅斯跟中國的戰略協助 已經很密了 然後你說中國 中國一帶一路都已經衝到歐洲去了 特別對東歐的影響 這個很大 所以俄羅斯跟中國的聯動 已經不是個別區域的了 他們自己都已經變成全球性的了 那對美國來說 那個壓力很大 所以美國就覺得現在非搞不可了 不搞不行了 不搞就有點晚了 所以他這次演習就很清楚 是設定在一個高端的 全球高端衝突之下 如何提升美國多艦隊的協同作戰能力 並且測試新的作戰概念 是 其實要跟你講 這個新的作戰概念 跟以往的美軍的作戰概念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新的作戰概念也有提了幾年 就主要是海軍跟海軍陸戰隊部分 這裡面有幾個概念 因為這個是他公佈的 這我覺得也是對 最近幾年他一直倡導的 一個叫分布式殺傷 分布式海上作戰的殺傷這個概念 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美國以前作戰的時候 都是以航母為中心對不對 對 這海上作戰都是以航母為中心 來展開的這樣的一個 航母打擊群為中心的作戰 這個有點危險 為什麼 如果對方把你航空母艦打掉了 你就整個戰力就沒有了 所以他影響到了 那誰可以打他的航母呢 就對方一定有一個遠距的 精準打擊壓制的力量 這種國家就只有中國跟俄羅斯 你沒有其他的嘛 如果有的話也是他的盟友 對不對 那就是中國跟俄羅斯 才有這種能力 至少在一千五以上 兩千甚至於更遠的距離 他火力可以覆蓋你 那你航母就有風險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要改 就是原來從以航母為中心的 打擊群的這種作戰方式 要把它分散 分散到各種形態的作戰艦 本身就可以在沒有 以航母的情況下也能發生戰力 就包括巡洋艦 驅逐艦 各種艦隻 甚至於都考慮到必要的時候 徵召商船 接駁船 上面就放導彈 上面放飛彈 這是一個新的作戰方式 它在改變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遠征前進基地的作戰 這是海軍陸戰隊 這海軍陸戰 也包括海軍 主要是海軍陸戰隊 那這很明顯 你看 什麼叫前進 遠征前進基地 遠征前進基地 它有一個假設就是 原來美國很強 都是在敵人的前沿地帶 它就可以進行軍事存在 今天人家的火力覆蓋 可以覆蓋我 可以覆蓋美軍 美軍在這個情況下 如何還能夠繼續在前沿作戰 靈活作戰 對敵方造成牽制 它現在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以前的作戰 在前沿的基地 都是相對固定的 像第一島鏈對不對 它現在就在想說 現在不能固定 等於是機動式的 對 機動式的 有固定的部分 但更多的是 不是固定的部分 你比如說油料 原來油料就是在 個別的固定基地 在一些島嶼上對不對 那這很容易被人家摧毀 所以我現在想到了 這個油料 未必一定要放到 島上 路面 前沿地帶 放到可以機動的船上 這種浮動的平台 做機動式的 幾個島嶼把它連在一起 然後形成前沿存在 然後再跟後續的大的部隊 它是屬於內線部隊 跟後面的外援部隊 做一些的連動 為後援部隊進入 大規模進入的時候 它在這個地方 情報金融偵查都做好了 基本的這種 資源的能量 基本都已經建構 這些都是以前是新的 這些是新的 以前都沒有做過 但這個概念已經提了幾年了 大概已經提了三年四年了 你想 作戰概念都是 一提出來以後要論證 對 要不斷地甚至用實戰的方式去演練 但是你所有的衝突都要擺在一個大國競爭狀態下的一個部分 你不能把重點子放在這個地方 萬一別的地方有出事的話 你就來不及了 即便台海有發生有問題 那美國的眼光 它不是這樣看只看台海 它一定是看台海戰爭 台海如果一旦有衝突 會不會在南海 在地中海 在歐洲 也會有相應的軍事對立或是危機 所以你看 它同時都要面對 它在同時間 就是也是從這個月到月底 也跟這個亞洲的幾個盟國 我們講這跨的嘛 就是說四方安全對話 同時進行的演訓 也包括在這次的聯合演訓裡面嗎 這兩個層次是不一樣 你剛剛講到的那個是美國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你講到的那個是 它是那個四方會議會談的 加上那個英國嘛 對 這是兩個不同的型態 一個是自己在做 一個是跟盟友之間在做 對 那最後這兩個為什麼會有關呢 你跟盟友在做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是以美國為主導的 這樣的一個安全結構吧 是 是多邊的 是 所以你美國自己現在要做好 你才能夠在其他的盟友之間 做一個比較更具體 如果你自己都沒有做好 自己都整合不好 你怎麼去整合盟邦呢 所以他現在兩邊同時在 所以他有考慮到 把盟邦整合進他的戰力裡面 這是最重要的 現在拜登現在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從政聯盟 是 從政聯盟 因為川普在的時候有一點鬆動 對 盟友之間信任感在降低 現在拜登第一件事情 那個要比軍事的合作更重要 盟邦 拜登現在就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從政聯盟 對 如果要有軍事行動的話 也是在這個聯盟的框架 跟體制下來進行軍事行動 這是拜登已經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假設 如果台海有充足之後 美國絕對不會他一個 他一個人來介入 他不會 他一定也是動用盟邦的力量 那有未必就是說 盟邦就一定要有派軍隊 未必 這有包括外交各方面的一個整合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他的演習 有幾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這次演習其實可以算是 去年12月 我記得是去年12月吧 美國海軍已經公布了一個戰略報告 那個戰略報告叫做重獲優勢 重新獲得美國在海上的 制海權的優勢 然後就是整合性 第二個是全領域 如何整合部隊 然後作戰的是全領域的 全方位的 陸 海 空 天 電 網 網路 太空 全部把它整合在一起 這是去年12月 美國海軍公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指導原則 海軍的 那你看現在就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根據這個 美國是根據這個戰略 現在來實踐這件事情 在實踐的同時 不僅是測試他自己 也同時把萌方也帶進來 這有一個互動關係 那在地域上呢 不僅是亞洲 對 也要把歐洲也放到這個裡面去 因為你的對手是有俄羅斯 對 你的對手是中國 中國已經打到了歐洲去 已經到了歐洲 它的影響力已經到歐洲了 至少在東歐 那俄羅斯影響力也已經在亞洲了 所以他們兩個都已經連動了 那你美國如果再不做一些回應跟準備的話 到時候美國會兩邊 我們不是講 美國以前的戰略是同時打兩場戰爭 對不對 現在是多場嗎 其實現在的觀念應該講說 已經沒有分兩場三場了 其實就是一場 整合式的 你要把它想成是 你要打這個戰爭是一個痊癒的 就是一場 只是它在不同的地點發生 是 所以它這個整個的戰略眼光 是整個往上提的 是真的不一樣 以前沒有過 好 現在跟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討論 我們謝謝歡迎 等一下再會繼續討論 今天我們繼續討論 韓國內台灣 討論到今天 我們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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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大哥 當然我們上半場有提到說 美國的軍事戰略其實在改變 那其實我們看到這兩天 他宣布的對台的軍售這個新項目 其實他在新聞稿裡面 也有提到說 這個希望能夠增加 就是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 互相操作性 似乎也有這種概念 是不是這樣的想法 對 這是一個大的 這是一個 美台關係的升級 這是一個大的 這也是因應的中國 那你這個升級 從軍事上的角度來講 你這個軍售是重要的一環 我們這次的軍售 它的內容是自走炮 自走炮 我們一看 任何軍售要來 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它究竟是在我們的 這個軍事戰略指導下的 哪一個位階 我們現在重要的軍事戰略指導 就是防衛固守 跟從城嚇阻 這八個字對不對 固守 還有嚇阻 固守是把我們自己守好 嚇阻是你要對對方的 要有一些主動的一些反制 我後來算了一下 我算了是 川普任內對台灣有十次 比較主要的軍售 是 這是拜登的第一次 對 大概是180億 大概加上近200億美元 我算了 嚇阻的部分是占27%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嚇阻 你要對敵人有嚇阻 他才會不能打你 你光防衛固守是不行的 是 他毫無顧忌 反正你也嚇阻不到他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嚇阻 嚇阻戰力才是主要的 是 那在川普任內的時候 我大概統計一下 從金額來算 他的百分比 27%是嚇阻 這個不包括F-16V 是 如果把F-16V放進去的話 嚇阻的戰力是占70% 所以川普在的時候 賣給我們的軍備 非常符合我們台灣的需要 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嚇阻 那你剛剛講的拜登 這個自走炮 我問你自走炮 在什麼地方用 當然在我們自己的本土上用 這屬於防衛固守的部分 不是不重要 也重要 但是我們現在 尤其需要的是嚇阻 那現在這個東西 你知道這種自走炮 這種火炮 火炮我們當然就要知道 他的任務 還有他的主要的戰術 火炮炮兵不是獨立的兵種 不是 他要跟步兵戰車 砲兵是合在一起的 一個聯合兵種 他不能自己發揮 他的作用就是發揚火力 對 就壓制對方發揚火力 來掩護自己的步兵跟戰車接敵 這是他的主要的戰術對不對 那我請問 你買來這些東西放到台灣 你要想清楚 你的戰場在哪裡 你要打誰 老共的什麼東西 是 是老共的什麼東西 你要想清楚 然後這個是事實門 對不對 你要怎麼分配 你一定要分配在火力發揚 發揚火力最集中的地方 對對方有致命一擊的 對他的地面的部隊 有致命一擊的 這個要好好想想 你事實絕對不會放在一起的 對 怎麼來做最合理的分配 而且這個東西 我還要問 跟我們現在的聯兵旅 有什麼關係 你買來以後 怎麼配置 你要配給誰 我們現在都已經聯兵旅了吧 你這個要配給誰 你都要把它想清楚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因為它是屬於防衛固搜的部分 我不能說它不重要 或是美國把這些東西賣給台灣 它有它的戰略上的考量嗎 這種戰略上的考量 不是從個別的軍售的項目本身來看 而是要看整個軍購 因為在川普時代的時候 海空的東西比較多 海空的比較多 陸軍的部分 我這邊有做統計 陸戰部分 相對少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補 過去幾年比較沒有的 而且現在當家的 我們當家的都是陸軍降臨 現在當家的都是陸軍降臨 但是這個案子是之前就有了 我記得是跟海上衛士一起的 這是已經通過的了 這是通過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覺得 我們海空兵力雖然要增加 但是我們防衛固守 防衛固守我們也要展現一下 我們防衛固守的這種決心 是 就是說你把我們海空兵力 如果說我們海空兵力大部分被壓制 你總要登陸吧 最後登陸 我地面部隊要有一定的威力跟火力 那我怎麼表現 我就買這個東西來做表現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也有其必要 只是說你要怎麼來做合理的配置 因為你不多嘛 你只有40輛嘛 40門 40門你要防衛整個臺灣 跟聯兵旅 應該是不夠了 跟聯兵旅你要怎麼來配合 這個很重要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買得到 對不對 買得到才剛剛開始 就是我們的問題才剛剛開始 你買到了對不對 我請問你要怎麼用 我們可以是把之前舊裝備太舊換新啊 這個是裝備本身的提升 但是我說這個裝備要 你要怎麼使用這很重要 特別是跟聯兵旅之間 你要怎麼放 你是集中使用呢 還是怎麼 像我們的直升機 我們的陸航部隊對不對 我們陸航部隊是 雖然配在各戰區 我們有五個戰區嘛 一旦作戰的時候 它是集中使用的 由陸軍陸總部集中使用的 因為這是重要的戰略打擊嘛 那你這個40門自走砲是 配給戰區用的 還是由陸總部統一 就是說它的 在我們的國軍當中的功能取向 應該是屬於哪一部分的 是很重要的 這個定位很 其實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你定位不準 部署的不對 你的威力很有限嘛 你的威力很有限 所以這個才是 這個才是重要的東西 當然你先要有才能談這個問題 如果你都沒有就不用談了 但是我認為現在的軍購就是 有的部分我們看起來是 現在目前是相對是穩的 所以我們怎麼看這一筆軍售呢 這一筆軍售我們只是說 是從川普以來 加深台北關係軍售的內涵 在提升的過程中的一個延續 你不能說到了川普 到了拜登這邊又斷掉 好像又沒有了 它有連續性 這種連續性是證明美國 對台灣 台海安全的重視跟承諾 你靠什麼來承諾 你不是靠嘴巴嗎 你要有實際的東西 就是提供它適當自衛的 武器跟能力 你要有適當的 你要給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給我們 賣給我們 不是給啦 賣給我們 賣給我們什麼東西 就決定了 我們的防衛的重心在哪裡 我剛剛講了嘛 我們第一個需要的是 嚇阻對不對 那我們買的東西 跟嚇阻沒有關係 那就不對了嘛 所以在川普那個時代 我剛剛說了 那個嚇阻的比例是有的 這是我們需要的 那如果拜登政府上來之後 若是在一兩年內 賣給我們的東西 都是防衛固守的話 那我覺得有一點弱了 所以說這還是要在觀察 就是拜登政府 對台的防衛的態度了 對對對 這是最具體的 我們能買到什麼 就證明 你究竟要對台灣的 這種安全的承諾有多少 這個是最實際的 是最實際的 但是我相信 它會有一套的 這個軍售的這種預案 一定會有 可是齊大哥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在這次的他們的這個 美方的這個新聞稿裡面 其實有強調說 這項軍售其實可以幫助 台灣提升軍事 防衛的能力 然後同時進一步來增強 美國跟盟友的軍事互相操作性 這句話我覺得有點 可以令人玩味的說 是不是未來 它賣給台灣武器之後 會變成美軍前進基地的 後背的火藥庫 或是說台灣的地位 現在的 在美軍的戰略裡面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位置 對 現在 因為現在還是印太戰略 現在看起來 美國現在比印太戰略更高一點了 已經不是印太了 全球戰略 歐亞都已經連動了 對 川普的時代印太戰略是很清楚的 那個已經比原來的西太平洋戰略要更高了 因為已經印太了 那現在看起來是更大 從戰略的角度來說 那我們就一直要問我們自己 說在這個戰略之下 我們台灣定位是什麼 當然有的人說 幹嘛 我們為什麼要去配合別人呢 我們有我們的戰略價值 但是從客觀現實來講 你的客觀價值總是要跟 最強大的盟友放在一起 才有意涵嘛 不是我們自己在這邊搞吧 所以我一直講說 美國要幫助我們 就從軍事上的角度來講 它有它的戰略構想跟戰略利益的 它是會按照它的方式來打 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的台澎防衛作戰的特點在哪裡 融進了美國的戰略理念嗎 是要這樣想嗎 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我問一個最直接的話 如果台海有問題 美國要介入的話 我請問我們怎麼配合 誰配合誰 以誰為主 誰要配合誰 美國自己一定有一套想法 它可能認為我們要配合它 它可能會認為說我們要配合它 譬如說美國以前就有這種想法 就是一旦它要幫助我們的話 它要求我們的飛機不可以飛上去 一下都不能飛上去 為什麼 它會搞不清楚 是 是共軍的 中共的飛機還是我們的飛機 所以只要空中沒有我們的飛機 那就是對方的飛機 是 那就好打了 那就很好打了 今天如果是 老共飛機出來 我們的飛機出來 然後美軍也出來 哇 對他來說 他對他來說 哇 這個就很棒 所以中間的統合演訓沒有經過 我們沒有經過這個嘛 所以他是希望說 他真的進手的時候 希望是 還要很清楚的 沒有我們的東西 就是只有敵人的 他很清楚 像我們潛艦 我們也不能出來啊 要不然他搞不清楚是誰的 是 那這個就等於對人來說 都沒有經過 很多事情 就好 來說 我trans工的 透過 之後 到了 叫 那 大家 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